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看看第一个朋友留什么样的暗言 第一个朋友还挺关心我的 对没错 Stan Su Felicia看起来好像有心事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Felicia到底有什么心事 那如果我要是有心事的话 那一定是少女的心事 交不到男朋友之类的 不是啦 其实就是没睡醒 是好 虽然这个原因很丢脸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我在录像的时候我就没睡醒 每天上班都要喝一些咖啡 或者茶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会很喜欢喝比较美的东西 对 他可以一个人喝完一杯越南咖啡 各完之后就会发疯 然后办公室里人就会盗殃 你刚吃饭 我好饿 但是那样会让我保持清醒吗 不然我就是特别困 我不喝咖啡我就醒不了 对 所以昨天是非常困的状态 然后又没喝咖啡 而且又是long weekend 就是四天没有再来办公室 对 然后结果突然一上班 心情难免有点郁闷 哈哈哈哈 好下一个题 OK 他们看到雕像不爽就可以推倒 但是不容许漏音匹 滚出女性 进行更衣室 真是反了 哎呀 他们怎么会让漏音匹 滚出女性更衣室呢 绝对不会的嘛 他们看到雕像不爽 就会推倒 哎 那你得看雕像是谁呢 如果雕像上呢 要是弗洛伊德呢 他们肯定就不会推倒 对吧 而且他们会搞不好 给他整个什么金衣 加深 外面涂一層金漆 然后把他做出来之类的 对啊 去年你听到那几个人 都有雕像 反正就是这些人 他都一个一个有雕像 所以说他们不是讨厌雕像 他们讨厌什么样的雕像 例如像说 撰写 美国独立宣言的人 OK 他就是要被弄掉 他们其实反的是思想 他们其实反的不是雕像 对 可能隔几年之后呢 他们这些人被利用完了之后呢 他们需要新的enemy的时候 他们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推倒之类的 对 他们 这是一个 共产主义的一个 文化思想运动了 其实 他们不是说 责恨雕像 我有看到 很好的人 其实是反对雕像 那如果要是 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我也不喜欢 看到任何人的雕像 但如果要是说 在美国的话 那些建国国部先驱 那雕像已经立起来了 而且它是代表 一个美国思想的那些 对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美国建国的 那个宪法呀 或者是圣经啊 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推翻 然后换成一批 左派在推行的东西 是这样的 我甚至同意那个人 就是说 拆毁交相 就是拆毁交相 然后他还说 那个美国 那个President's Mount 那个东西 那个总手山 我觉得那已经算 是一个艺术品 而且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 而且我当时是 先看了 火影忍者之后 我才知道美国 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总手山 我当时好兴奋的 我就如果大家有看过 火影忍者 那个动画片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是 初代火影忍 二代三代四代 都是那样一个山 然后把头刻上了 我当时一看美国总统巨石 我就 我想去 第三个 我仔细看了 对于林伍德事件的说法 我觉得它是被 Rittenhouse给忽灭了 事实上是 它为了帮助 Rittenhouse 筹了2.5 million的钱 自己还拿出了 15万的 Promise Note 才凑集了 足够的钱 把Rittenhouse保释出来 而且Rittenhouse 自己也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听他的律师说的 也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具体情况 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 就我觉得这个事件都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口有礼 我觉得里面真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难我们这些外人去判断 因为我没有在里面 但说实话我对林伍德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 对 因为他呢一直都在这个保守派啊 尤其是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以非常正面 非常正义的这样的形象出现了 然后隔三叉五的也喊两句 说耶稣基督是王啊 怎么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话 能让基督徒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但是根据去年大选的时候 乔治亚州两个参议员 他那个时候忽悠大家说 千万不要去投票 对 一大票的人相信了 为什么 因为把他好像跟这个 像什么那个Michael Flynn啊 然后Sindy Paul啊 好像给他们整的像一个团体似的 然后这个团体就是跟Q有紧密联系的 然后一直在川普背后 支持川普的强有力的后盾 其实我觉得这事跟那个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刻意塑造这样一个形象 去往川普身边去靠 然后赢得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针对他 对选举告诉大家说不要去投票的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怀疑他这个人 做很多事情说很多话的动机 还有像加州 之前说要改选嘛 要把那个Gavin Newsom给recall嘛 然后他那个时候推选了这个Kevin Kelly 那当时Lyn Wood有出来说 不要去支持那个Larry Elder 所以一定就要选Kevin Kelly 首先他们两个票就是差距非常大的 如果要是那次Gavin Newsom被recall下来的话 那一定就是Larry Elder上的 这是毫无悬念的 但是他在中间想要做分票的这个动作 所以经过这两次的选举 就让我不得不怀疑Lyn Wood的这个人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然后尤其是他平时他是说一些东西 是感觉好像非常正义 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在投票的时候 他就给你弄出去的这个事儿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哦呀我对他这个人 还有他说的话做的事情 应该都会蛮小心的去看 其实我对Lyn Wood这个人 我意见并没有很多 就跟我对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什么意见一样 他每次做出来的东西 我说实话啦 我真的就是大打折扣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啊 如果说他每次跟你讲话的时候就说 我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 我知道 只有我知道内幕 什么东西 不要听别人 只要听我的就好 通常这样子的人都是骗子 对 对 你就连在宗教一样 OK 所有的那个异端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说 你只要听我的就好 其他的人全部都是错的 耶和华见证人 然后摩门教也是 就是说都是这样说 对 其他的人都是错误的 只有我是对的 他们不知道真理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是真相 我们才是预备主耶稣 回来的那一个之类的 对 所以说Lyn Wood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跟你说一样 他的各样子的行为 我其实是觉得 他这个人绝对100%有问题 那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那他跟Rettenhouse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说你自己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说 其实都是各说各话 然后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说 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Lyn Wood这边有一堆支持者 Rettenhouse这边有一堆支持者 那现在我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地方 就是Lyn Wood这个人 被他们支持者的人说 不能被批评一样 然后Rettenhouse就是不能批评一样 就是被两边的支持者 全都认为说 这两个人是完全不能被批评的 对 你像在我们那个 GT保守派的圈子里面 也是Lyn Wood的 很多人是认为是 完全不能被批评的 对 然后那个Michael Flair 是完全不能被批评的 对 Cine Paul说什么 一定都是真的 对 还有川普这个人 也是完全不能批评的 对 就是你批评 你就等于反川普 你反川普 你就等于是反上帝 你反上帝 你就等于是反保守派 那你就是左派 对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可以把一个人 当成是不能批评的话 那你就是在拜偶像 我认为是很多事情 我们都会有看法 不管是说 谁做的任何事情 我们当然 如果说你认为 这个事情不对的话 这可以把想法讲出来的 就比如说Ridden House 他保卫了 他自己保卫 自己生命的权利 然后他就是个完人 对 也不是 然后又 像Lyn Wood的 也不是说他每天就喊一喊 高举主耶稣基督 然后怎么怎么地 怎么地 我知道那幕 我抖了抖了一些什么 乱七八糟的事 他就是绝对的 一个正义的好人 我觉得都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 哦 信主了之后 哪怕是你很火热 很爱主 那这个人做的事情 一定百分之百都是对的吗 当然不是了 对 说真的 像说我们连续几次 我们报这个新闻里面 我们也说Ridden House 不是个完人 然后呢 他说他支持BOM 底下去有人说 哦 Ridden House 你误会他了 Ridden House 是个什么白眼狼 是不是 然后呢 恩将仇报 还有人说 说Ridden House 他都是一个 17岁的小孩 对 他什么也不懂 他能知道BLM是什么呀 其实我对这句话 是相当反对的 对 17岁 17岁又不是7岁 他怎么不知道 是什么呢 而且他表明清楚 他说他支持的 不是BLM 这个理念 就是黑人的生命 是重要的 他支持不是这个理念 他支持的是 BLM Movement 是这样一个运动 BLM的运动是什么 就是打砸枪 就是那些 披着爱的 那个口号的游行 的打砸枪 那他为啥 他进了监狱 他不知道吗 他为啥去保护那些店家 因为啥 他不知道吗 他为啥杀了人了 他不知道吗 一切都是因为 BLM的movement 他说他支持BLM 一定百分之一百 只是因为社会 跟BLM低头 我完全了解 而且也能理解了 对 但是他就被 某些人说 他是不能被批评的 别人就把他当成是个偶像 他就是个无辜的小孩 然后不能说 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要是针对他现在的情况 他说出这种低头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定是遭到很多压力 和我们无法承受 但他说这句话对不对 他说的话不对 他如果要说这句话对的话 他完全支持 他那天根本就不会出现在那里 也不会带枪 因为他就是知道BLM的人 会去那边打大枪 会去杀人 所以他才拿枪去的 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不是说哪个人是坏人 哪个人是好人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情 我是在说 他们两个或许都是好人 那或许都有某层面 是坏人的这个层面在 然后或许思想不清楚 或者是怎样 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人 当成是一个完人来看待 我们不能把一个人 当成是他绝对不会犯错 你只要批评他 你就是怎样怎样 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人 当成神来看 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人 当成Saint来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可能就变成 跟天主教那个样子一样 圣什么圣什么圣什么 反正就是我们不要把任何人 当成神人来看待 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事实 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哪些是错的 哪些是对的 如果说我们把他当偶像来看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被骗 敌基督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脆弱 真的是除了耶稣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 不管他说他的动机是好是坏 然后可能是好的动机 但是最后有些事情作杂了 都有可能的 所以真的是要按照神的真理 去分辨每一个人 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他是高举耶稣基督的 他就做的一切百分之百的事情 都是对的 他就完全做任何事 没有私心 不能这样这样的话 真的是到了梦后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所以对任何人都不能百分之百完全的相信 也不能在心里好像做一个precet 就是提前预定好了 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完全好的 真的是要高举神的圣经 高举真理 要自己清楚认识真理 然后再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他做的这个为什么对 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支持这个 为什么不支持那个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分得很清楚 就算我们讲出来的新闻 就算我们自己有差 我也建议各位也要自己去查证 也要自己去验证说 这些新闻是真确的还是错误的 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 我们尽我们全力去把这些资讯告诉大家 但是大家要审查 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 除了他之外 没有任何人是完全正确的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还是我们的老传统老惯例 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上神奇传播 为我们大家提供的非常好看的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弗丽莎 我是逸臣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在阿拉伯地区有一个大户人家 有一天 这家里的一个仆人和主人聊起上帝 这主人就吃笑着仆人说 哪儿有上帝呀 你看见他了吗 没有啊 那就是没有上帝 过不久 主人出门办事后 回到他的帐篷 发现帐篷里有很多骆驼的脚印 他就气急败坏地叫那个仆人说 谁让骆驼跑进来了 仆人说 哪儿有骆驼啊 主人说 你这个笨仆人 难道不知道看见骆驼的脚印 就知道有骆驼吗 仆人说 主人 是的 就是如此 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一切 就如同看到上帝作为的印记 就可知道 有上帝了 我们下期见 对您的频道 感觉不错 等会儿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